注意看千年宠有多可怕 竟让全球电子设备瘫痪 瞬间回到原始社会 2000年的前夕 全世界正准备庆祝千禧年的到来 大黄负责千年宠的兼容管理工作 朋友觉得他一定很辛苦 因为一旦出错 全世界的电脑将会受到牵连 随着终身的倒计时 大黄的电脑出现故障 时间突然回到1900年 世界陷入恐慌之中 所有电器发生故障 旋转摩天大厦飞向天空 打印机都开始吃人 眼看着天上的飞机全部坠毁 大黄却不以为然 煞时间 家里的所有电器开始暴走 只有教堂还算平静 突然警长冲了进来 这正是零月购的好机会 大家蜂蜂而出 把街上的商店洗劫一空 这就是电子时代产生的后果 路边小丑的心脏起搏器发生故障 剧烈的跳动让他瞬间处死 小黄发现他身上的信 被选中的人将会移民火星 西普森一家找到逃生飞船 这里全是社会名流精英 比如比尔盖茨和乔丹 大黄谎称自己是钢琴家 丽莎则不想欺骗守卫 爆出了他们的真实名字 资料显示丽莎是飞船复查员 但她将面临艰难的抉择 现在只剩下大黄小黄 突然他们发现还有一艘飞船 并且没有守卫 地球的核弹相继爆炸 他们顺利来到太空 大黄不敢相信自己亲手毁灭的世界 当他转过头时 竟发现乘客都是些不正常的人 而此时他们却朝着太阳飞去 归起关头 大黄按下弹射座椅 大黄按下弹射座椅